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这几天很多很多的投资人在问利好一个问题 他们说老师台湾的股市真的没有基本面跟技术面的可以去做分析吗 其实各位这个问题我已经从我上电视一直到现在 我跟各位讲到一个观念 不是说技术面基本面跟产业面的东西不能去做参考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各位参考归参考 毕竟有人看多一定有人看空 其实在台湾的股市里面做股票最重要的 你要非常的灵活的去掌握到这个局势 这个变化 我们常常在股市里面常常在讲 为什么盲点测试 从我当初四月份开始一路走到现在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各位你看 你不要不相信 到了今天10月12号 早上美国股市依然是盲点测试 各位你看到了吗 开盘之后开低 盘中传来一个消息 各位 你记不记得我昨天 不是跟你讲你要特别注意10月13号礼拜四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跟你提到10月13号礼拜四吗 因为10月13号礼拜四 各位拜登政府 他在国会上会有一个演说 那这个演说里面可能就是针对 美国本来强制性的去控管 中国的那个晶片的一个问题 可能会得到一些 稍稍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结论 那是因为有国际性的压力 所以在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呢 各位开低之后 各位曾经一度上涨400多点 但是人性的弱点 我为什么跟你讲股市就是这样 你要非常的灵活 你买到股票之后 你不能摆在那边都不动 你一定要灵活的操作 所以各位 昨天你看盘中一度认为有转环的余地 但是各位因为消息并还没有出来 也还没有10月13号 所以我说10月13号礼拜四的晚上 各位应该就会得到一个结论 所以各位昨天你看 消息才出来这见风转舵之后 各位尾盘还是一样往下做杀 杀低的动作 各位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就是一个盲点测试还在进行当中 各位从9月我们不要讲太前面 从9月1号开始 我利豪就跟你讲盲点测试 有没有 各位这里面我就不要再阐述了 所有的9月份的我全部印出来 你知道9月份里面有20天 将近有快20天 如果扣掉礼拜六礼拜天 应该有将近18天全部在盲点测试 为什么 因为现在美国股市很多的基金操盘人 他已经看不懂方向 在没有方向的情况之下 各位就很简单就来回做价差 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的做法就是这样 各位你看 我最近跟你强调过一支股票 各位你记不记得我一直跟你讲 从8月4号开始 8月9号送给你们的一档股票 那个叫金星科 我当初就一直跟你们说过 我要利用金星科 来赚到将近1000块的价差 我也跟你们讲 利用金星科这档股票 来告诉大家 什么叫盲点测试 各位你看 我没有骗你 这些资料全部都在 就这么厚 很厚 各位 从我8月4号跟你讲 8月4号跟你讲 开始送给你好利三军的金星科 各位我们一路在做金星科 真的 一路在做金星科 你看我们也做多金星科 也放空金星科 做多做空全部都有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放空之后回补做返买 然后各位一路上 你看 沿路上 我们所讲的有没有 你看那个金星科 四星力旺 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来回做 我没有骗你们 你看各位 8月12号一样力旺 金星科四星有没有 各位再看看 8月15号金星科四星有没有 你看力旺 我们都来回做价差 各位一直到 我跟你讲看 一直到9月份 也是一样 你看9月份 各位四星力旺加登 有没有看到 各位你看金星科 9月14号一样金星科四星 对不对 我们不但有做多而且放空 你看这里也是一样 金星科加登四星 为什么各位 为什么我一直要跟你们讲 为什么 原因就是一直跟你们强调 各位盲点测试 其实我的用心 你们要能够了解 一直到迈入10月份 各位你看 我相信从上个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 你们三天看我的电视节目 我也讲过了 10月3号我就跟你说过 财富重分配要全新的展开了 各位 买了股票之后 买了金星科 四星力旺加登 我为什么10月5号要跟你讲 短线先全出 为什么 各位因为我知道 这个行情的升息问题 各位通膨问题 再加上各位你看美国突然之间 对不对 这个这一点我们是没有 没有办法去掌握到 美国突然之间 怎么样 做管制中国大陆晶片的问题 就一个消息而已 各位就让昨天股市全面重挫 跌了快600点 各位 为什么我们当初要先全出 各位 因为利豪了解 来回做价差的观念 你看 当初10月3号我们做的金星科 382块去买 各位 我们赚了36块 累计533块 已经出场了 当初已经出场了 各位 你看那个四星KY 也是很夸张 四星KY是一个很好的一档股票 各位 10月3号买834 对不对 我当初不是跟你讲吗 我说10月5号短线就先出 也赚了91块 你买10张91万 100张910万 那各位 你知道为什么短线要先出 各位 你看这档股票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到 美国突然之间发布 要去怎么样 管制中国大陆的晶片 但是各位回过头来你去看 今天四星已经两根跌停板 已经被打了两根跌停板 各位 像这个东西就代表 它是一个消息面的影响 我们没有办法用技术面 没有办法用基本面去做分析 所以我为什么在电视上 一直跟各位强调 技术面基本面先摆一边 我们先不要去管这个 我们只要懂得筹码站 来回灵活的操作 这样就可以了 各位你了解我的观念吗 所以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们真的 做股票你要有一个想法 就是进出之间你要非常的灵活 要非常的快速 不要说真的一档股票摆在那边 连动都不动 各位最近利好接到很多很多的一个会员 那最近他真的在股市里面 他有参加过很多的投顾老师 那有参加 不管他怎么参加 那各位当然也有做多 也有做空的老师嘛 对不对 但是各位买股票 一位子买着 他就不动 不管你是做多 或者是放空 就买在那边都不动 结果一样 同样一个结果 死路一条 因为现在的行情 他真的就是要非常的灵活 去做一个操作的动作 各位你看 我在股市里面 我一直这么久的阶段里面 各位你再看看 我所跟你所强调的 你看我在刚刚拿给你看的 我做股票 各位请你睁亮眼睛看 你注意看我拿出来的资料 我买进的股票跟卖出的股票 我是不是在电视上 我全部都讲得很清楚 各位你看9月7号 我们也是一样金星科 有没有 力望四星 各位 9月8号 一样力望四星金星科加登 那各位投资朋友们 一直到9月15号 你看我们是不是来回做价差 是不是来回做价差 各位 9月14号也是一样 我们还有放空的 对不对 都有做 那各位你再看看 我再拿给你看 到了9月19号 我还跟你们强调过 相信全国投资人 已经真正能够了解 什么叫盲点测试 那各位 我为什么要讲 到了9月20号 我还跟各位讲 请认真看完电视节目跟手机 为什么我要跟你讲VCR 放给你们看 各位 我不但做多也去放空 你知道吗 而且你看 金星科加登 又来回做 各位 你再看到了9月27号 一样四星金星科加登 力望 我又来回做 各位 你自己想一想 这里面所做的股票 我把它全部 结录在 各位四张报表里面 各位请看 注意看 从我8月份开始 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各位你看看 我们重复做的股票 有几支 各位 你把它算一算 台积电 力望 各位 德威 智元 新星 宏达电 好各位 再看 又出现了 力望 金星科 智元 力望 金星科 各位 是不是有做多 也有放空 有没有 是不是也有放空 各位 再看 8月23号开始 力望 有没有 金星科 各位 德威 金星科 金星科 力望 各位加登 各位 是不是 做红的 我们都是做多 各位 蓝的 我们就是放空 你听得懂吗 各位 你再看看 来 到了8月中旬的时候 也是一样 又来回做 德威 智元 力望 四星 金星科 各位 到了9月份 一样 一样金星科 加登 四星 宏达电 各位 到了9月份 你看 加登 金星科 加登 四星 力望 所以各位 我有骗你们吗 我不会造假 不会作弊 不会欺骗 我也不会吹牛 所以各位 做股票 其实它不难 难在你的心里面 这一次 这一次 说实在的 股市支撑很难抓 很难做 完全是因为 美国那边的讯息 消息太多了 而且台股的 联动性太大了 各位 你看一个 美国股市 美国一个政策出来 说要管制 对 加强管制金片 各位 说实在的 这些股票 真的很可怜 明明就是这么好的股票 为什么会被往下杀 对不对 为什么 所以各位 为什么我一直跟你强调过 要来回做价差 还好10月5号 当初我们有全出了 那各位 而且10月5号之后 我们还做了金星科 跟四星KY 做了一次短线 有没有 也出掉了 那各位投资朋友们 那这些股票 到底可不可以买 现在很多投资朋友们 他的想法 各位你看 四星KY昨天成交 才972张 今天再度打跌停 各位 他已经3457张 那我请问各位投资朋友 这个筹码 谁买走 一定有特定的人士买走 那各位 或许10月13号 礼拜四晚上 那个政策公布之后 这些股票 或许直接直接开涨停 也不一定 所以各位 现在最难为的是 很多投资朋友们 都在问利豪一句话 老师 力旺四星KY 你一直在 常常在做 那现在遇到这个状况 你该要怎么办 各位你看我测标 重新 全部财富重分配的 已经重新开始了 你知道吗 全部财富重分配 已经全新开始了 所以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们 我正在等待机会 我现在在等待机会 各位 美国公布 既然他管制这个 对不对 这个晶片的问题 各位 你有没有听过 各位 危机就是一个转机 虽然我们来回坐价差 做得很棒 而且我们10月5号 也真的出了一些股票 所以各位 但是我现在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各位 今天的重点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不要管技术面 不要管基本面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各位机会又到了 真的机会又到了 各位 10月5号 你当你把力旺 四星 金星科 加登全部都出了之后 那各位 你看这些股票 很多人 唯恐避之而不及 我不会 因为各位 我在等待机会 我在等待一个 真正可以发大财 赚大钱的机会 各位 四星现在 各位打到跌停 对不对 各位 3529的力旺 各位 现在它已跌85块 各位 我让你看一个手机的讯息 你看看 其实做股票 这主要是盘中四个半小时 各位注意看 你看看几号 10月7号礼拜五 10月7号礼拜五 各位你看 你看看我说什么 会员注意 看到了吗 我们先不要讲这个 我们看看 你看我一直以来就告诉你们要短进短出 盲点测试还没结束 为什么昨天我有叫你们要全部出股票 为什么今天早上要告诉大家 四星KY有赚就先出 而且昨天还放空力望 各位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当你看到这些股票 他真的今天莫名其妙的 莫名其妙的 因为美国政策的一个公布 结果各位 这么好的股票 还会往下杀 那各位 我们是不是要找时间 还他一个公道 那各位 如果你在股市里面 你没有赚到大钱 如果在股市里面 你这波你亏到了大钱 各位 请你赶快来趁这个机会找成立好 因为我成立好 还是要告诉各位 我在真亮眼睛 寻找真正的机会 时间点做切入 你听得懂吗 虽然利好做多也可以 放空也可以 但是这一次 我在真亮眼睛等待他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啪 听得懂意思吗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赚大钱 如果你真的在股市里面 你要把失去了全部赚回来 各位赶快来找成立好 所以各位 我再给你看一次 现在力旺 打到1030最低 1030是最低 你记住这个价位 各位再看 四星KY现在打跌停 打跌停 但是各位 我请你记住 现在这个价位 各位你听得懂意思吗 那我们随时在寻找 买进的机会 各位你再看6533 是这个金星科 这档股票 各位今天的最低是337 但是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看看四星 这个金星科 我们最后一次 10月5号 我说全出了 你看我们赚36块 当初在10月5号出的时候 你看金星科 它的价位在哪里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各位我金星科 我出掉了 你看 10月5号 我拿给你看 跑到哪里去 好各位你看 这里面是金星科 做两次的金星科 你看 我不会造假 不会作弊 10月3号 我们买回382 10月3号 各位 10月5号 带你出一次赚36 有没有 带你赚36 10张36万 100张360万 是不是带你出了 出掉之后 各位10月6号 你看 10月6号 我也跟你说过了 所以我说 10月5号 不是全出了吗 那各位 你看10月6号 出掉之后 各位 我们在402块 再买一次 再买一次 各位到4月20号 到10月6号 420又赚一次 有没有 又赚了18块 所以各位 为什么我们要做短线 当你回来看 我们出到420块 你再回来看今天 各位337是最低 出掉420 回来最低是337 各位 你会发现 原来短进短出的价差 有这么大 而且各位 市场的反应就是这样 那各位 美国 他既然做这个动作 对不对 我一直跟你讲 美国既然是这样管制 中国晶片的问题 那各位 会不会 利空出境 会不会利空出境 各位 我现在录影的时间 也是在盘中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各位 你注意看 今天的最低是337 现在已经慢慢拉到350 已经慢慢拉到350 各位 再看 各位 你看看 力望今天的最低是1030 慢慢已经也是拉到1055 而且各位 今天开盘还有机会 还有开到1080 各位 再看 这支股票 我一直跟你讲 各位 你注意今天746 对不对 各位 或许哪一天 你在回来看的时候 他已经又到了将近快1000块 就是这样 股市其实就是很好玩在这里 各位你看 3680也是一样 各位我们前一次出到哪里 你看我现在只是证明给你看 我成立好跟你所讲的 灵活的操作自胜关键 我也要跟你讲你的机会到了 听得懂吗 你赚大钱的机会到了 各位你看 当初10月5号不是出加登赚23块吗 有没有 是不是10月5号全出了 各位你看 我拿给你看 你注意看 请你认真看清楚 我跟你说过 我不会造假不会作弊 我只是在验证而已 各位你看 10月3号273在买 对不对 勇气霸气行动力 10月5号出到296 297 赚23块 10当赚23万 100当赚230万 我为什么10月5号我要出 为什么290几块我要出 各位你看 当你回来看 他今天打到231 你就知道为什么 我当初296我要出 你了解我意思了吗 所以各位 那现在他有这么大的价差 你要不要睁亮眼睛去寻找买点 要不要 再笨的人都会寻找买点 所以各位 那现在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各位我测标上 我不是写得很清楚了吗 再次提醒财富从分配全面展开 听得懂意思吗 一通电话我可以帮得到你 所以各位 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这些股票我们都买进 卖出 那各位卖出之后写在这边的价差 对不对 那各位投资朋友们 今天是10月12号 我陈丽豪跟你讲 财富从分配全新开始 你愿不愿意赚这些股票 你或许会说老师 你是也会做多也会放空吗 各位 你是没听清楚 我刚刚从头到尾跟你讲的吗 灵活的操作忙点测试 但是这一波 我是在寻找 等待买进的最佳时机 这一波我是要等买进的机会 我不是要等放空 因为已经连续杀了两天了 听得懂意思吗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 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们 各位做股票 你要的就是危机 就要能够成为转机 如何的能够在危机当中 赚到超级的大利润 各位在你的决定 不在我 所以各位跟着利好 安心放心又开心 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 给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 面对通膨的巨浪 你该怎么办 创造更多的财富 才能在这巨浪中平安度过 战胜股市 鼎业来帮你 甜甜价 让你轻松富 轻松赚 抗通膨专线02 85113366 相信从鼎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鼎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 85113366 85113366 鼎业投顾 只不过迟到 老板就说要开除我 打官司 还得跑去台北 劳动事件法实施之后 劳工可以在工作地 法院提告 而且裁判费 还可以减薪很多 劳动事件法 保障劳资识送权益 化解争议 更快更容易 要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利豪常常在讲 人的一生当中 有这么多的机会 当机会到的时候 你会不会掌握陈利豪 其实各位投资朋友们 这段时间以来 利豪一直跟各位强调 真的 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我们现在 我为什么要要求公司 让我在盘中来上节目 来跟你们讲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各位 因为莫名其妙的消息影响 各位 昨天台股重挫将近600点 今天盘中再跌114点 其实各位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它已经不跌了 甚至于各位 已经是你绝佳的买进的时间点 刚刚我们看到的一些股票 对不对 刚刚我们看到一些股票 对 其实你看 他今天 对不对 我们照理来讲 他已经怎么样 对 脱离了一个相对的低价 那到底还会做什么样的反应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是跟你讲 我在等待机会 当他落底的机会到的时候 各位 就像我测标上所讲的一样 各位真的 机会就来了 所以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们 真的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 一通电话 我真的帮得到各位 好不好 各位真的 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 一通电话我帮得到各位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财富从飞飞的机会全新展开 很多的股票已经到了相对的低价 各位所有业务都在投资 好不好 各位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